原來解放軍啊 他是一個量很大 但是值並不是那麼高 我們講說25年前30年前了 我們並不太在意他的成長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還在值上面 還想有一點優勢嘛 雖然量不如他 可是這20年來隨著他現代化迅速的現代化 那我們在質量方面都已經遠遠的稱呼其後了 那我覺得最主要的一個改革是2015年的 他的一個解放軍的軍事改革 你看看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他把原來大陸有七大軍區啊 他並沒有陸軍司令部 沒有總司令部 也就是說他陸軍都有七個 類似像諸侯一樣這樣子 那現在他已經全部變成五個作戰 這個戰區了 那這個戰區其他這個方法 其實就是按照我來看 就是完全抄襲美國軍事改革的一個成果 他把這種軍區制改成戰區制 那戰區就能夠統合陸海空軍的這些力量 那經過這些改革 再加上他自己的科技研發 武器的發展 準則的發展 然後這些訓練讓他突飛猛進 但是你要我挑出許許多多 包括武器 造箭 造飛機 造飛彈 整個加起來我覺得威脅對我們最大的 反而不是硬體 而是2015年到現在 他整個軍事作戰機制的改革 帶來他迅速的現代化 我覺得反而這方面的威脅 帶來帶給我們的最大的 不過將軍剛才有特別提到說 中國現在的這個狀況 到底有沒有可能 這個武力攻打台灣的這一點 那中國如果沒有準備好的話 如果你是習近平 你是不會貿然出手 那將軍認為如果說 因為現在這個不是美國在講 像歐洲也都在講說 中國可能這個會提前攻打台灣 那將軍認為呢 如果中國攻打台灣的話 他的死經點會在什麼時候 就我來看 我們比較科學來看 我們去年3月 那個印太司令部的戴維森上將 他很有名的這個一件事件 他的評估在國會作證 他認為評估去年2021年 說6年以後 也就是2027年 解放軍將具備全面攻台的能力 那你知道他並不是一個 像這次Gear Day上將 這個在這個亞特蘭大的 這個智庫發表演說 也不是這種史丹佛大學的這種講話 那是在一個國會聽證的場合 那非常嚴肅的 你不能夠隨便亂講 對 那他講那個話 我剛剛也講過說 你講你表達意見 可以以你個人的認知分析來表達 也可以基於你自己手上握有的情報 資料的分析來表達 那我個人的認知 你在國會面前做這麼嚴肅的東西 對他來講 那是一個整個印太司令部的情報組織的 綜合研修的結果 那你必須要尊重他 最起碼他是一個科學的方法所研修的出來 而不是他個人的認知或者分析的結果 所以2027年大家一直在講 基本上他有一些科學的指標了 但是你說能力是一回事嘛 意圖是另外一回事嘛 那意圖是要改變是很快的 能力建立是需要時間的 你如果說我們現在以全面飯台的時間 他能夠建立到這種能力 以2027年來看的話 那給我們時間準備的時間並不多了 只有五年 只有五年時間 只有五年時間準備了 而且現在也2022年底了耶 對沒有錯 那我就一直在講說 我們現在當前我們國防的危機啊 大概大概挑戰主要挑戰就是幾個 第一個就是我們每天都要接受這種軍艦 軍機的這種灰色的這個威嚇 跑到我們附近來 第二個就是我們兩岸的軍事實力差距越來越遠了 第三個我們這個兩岸的這些資源的差距 也沒有辦法相比啊 第四個是我們的時間幣不多 如果我們拿2027年當作指標來看 第五個就是我們自己的危機意識啊 急迫感都不夠 所以我們要面對這樣的情況 我們要去找解方的 也就是我在書上也講的啊 不對稱作戰的能力啊 是我們似乎是我們唯一的解方 因為不對稱作戰 強調高存活 機動性靈活 不容易被摧毀 那建置起來的時間也短 不像一個重大的一個建案 他可能要七八年十年 他才能夠從起造到教教訓練保養等等等等 那不對稱作戰對一個小國來說 在戰場上從惡物戰場來看 又這麼有意義 所以我覺得我們要趕快 我們沒有多少時間了 我們趕快把我們大部分的投資啊 聚焦在不對稱作戰的實力 另外能夠如果還能夠提升我們整體國家的 這些這個抵抗的意志力 增加我們社會堅韌的程度 我覺得我們是有希望的 不過講到提升我們國家的這個實力 這個最近在美國方面呢 不管是這個 台灣政策法也好 或者是國防授權法也好 美國對台灣的這個軍事援助 都大大的這個提高了 可將軍你在你的書裡面 其實你也有提出這樣的一個問題 就是台灣相當於美國的這個核心利益 美國真的可能會乾冒風險 然後這個付出他的這個資源 來為這個台灣拼佔 那這個將軍的答案是什麼 那如果說今天真的這個中國攻打台灣 很多人都很關心 這個美國到底會做出什麼樣的動作 那將軍您的評估呢 我覺得我們看美國 我們因為坊間呢 這些親美的也有 以美的也有就很多了 那大家各自發揮自己的認知 那在我的看法 我覺得我們還是把情感 或者意識形態拋開 從這個現實面來看看 美國跟台灣的關係 我在書上講說 美國會不會幫台灣 那就看看 他做這事情 符不符合他的國家利益 他如果對他的國家利益來講 意義越大 那麼他來幫助你的力量就會越強 他的利益越小 那來幫助你的力量可能會越小 那所謂大跟小 這就牽涉到他自己的犧牲的程度了 他他從我們從韓戰越戰到中東戰爭 你看他自己伸手撈下去 其實結果都不太好 可是這次俄乌戰爭 他沒有沒有直接伸手下去 他以這種間接式的協助烏克蘭 那烏克蘭自己運用他自己 奮鬥不懈的意志 利用他的美國的援助 反而得到很好的一個效果 對成果反而很好 對我覺得這個會給他一個啟發 變成這種新世代代理人戰爭的 這種啟發 他會說你為什麼不凝聚你自己的 自我防衛的能力呢 那我也願意支援你這個 提升你的防衛能力呀 而不是說我自己來 因為他自己要來 加入這種戰局 在實務上也非常的困難 因為我們台灣跟美國之間 在作戰上並沒有什麼共通性 不管是作戰的能力共通性 通信情報資訊的交換 指揮的管制或者防止 衝突防止物質的機制這些等等 通通沒有 那我們要並肩一起作戰是很困難的 所以台灣自己要去思考 如果真的有這個事情 你最主要最能夠依賴的還是自己啦 當然啦我們也去思考一下 如何能夠讓他來盡最大的力量 來支援我們 換句話說 我們小國也不是不能博弈啦 他們常常說這個美中競爭之下 台灣是棋子 但是既然是棋子 他對兩邊就有影響力 有影響力 你還是有一些槓桿的東西可以去做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如果把台灣的安全放大 能夠對他的美國的利益啊 變成讓他無法承擔的時候 他是絕對不會甩掉你的 可是如果說你沒有這樣子去做 那我們不知道未來到底會怎麼樣 我們誰都不知道 但是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你要去想想看美國一般大眾的情緒 他們也有說 我們為什麼要去幫助一個自己不願意去幫助自己的國家呢 那就牽涉到一個意志力 跟你跟你整個國家團結的問題 這方面是我們要去注意到 所以總歸而論啦 我是覺得對美國的這個協助資源 我們只能有一個合理的期待 這合理的期待值是什麼呢 我覺得有一個比較 physical的一個指標 就是說你最好不要期待他去犧牲他的子地兵的生命 如果你期待這樣我就覺得有點過度 因為他會去他會去仔細思考這些在他的利益跟他風險之間做個思考 那如果不要去期望說他會去犧牲他的子民的生命之下 然後呢你去獲得他這些武器啊彈藥啊情報啊這些資源呢似乎就會變得比較合理 那我們在這種比較合理的計算之下來準備我們自己來保衛我們自己 我覺得這是比較保險的做法對台灣而言